大南町的台里姆一天照顾中心 今天是上冬老日 在这天的北伐一刻 大家做会唱歌跳舞 唱本欢乐的气氛 台里姆老人一天照顾中心 不正是由省心社会关怀聚会 来主点经养 回到的庆祝阿公阿妈 学会是特别邀请同地小朋友和社团 和就网上和合团来老日 在这关社和这天的大董事家 让这队长就像亲唱一个母亲的一样 台里姆六万老人一天照顾中心 今天唱完后欢乐气氛 大家唱歌跳舞 哪参想是KTV 跟那是母亲的母亲的一样 台里姆六万一天照顾中心 庆祝阿公阿嬷節 为邀请同地小朋友和社团来参加 台湾梦想家的团 也来到行政主持大董祁文 和阿公阿嬷做会欢乐 那我们很高兴在这个展辈来参加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也邀请斗南幼稚园 还有斗南的人文关怀协会 以及很有名的梦想家乐团 来为我们带活动 那跟展辈互动 那希望借着这个活动 让我们大家能够 关注这个家里的长辈 因为现在云林县碰到少子化跟老年化很严重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照当中 就是照顾在家里面 慢慢变得比较不健康的长者 能够到日照中心接受这个照顾 最近一天照顾当中心 目前有23位长辈 日式来这接受照顾 才会有安排库庭 也会社会过了活动 后来这长辈 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过一天 现在很多家庭 子女要上班 那家里如果说有这个 比较衰弱的长者的话 他们一颗心悬不上 所以是让他们有一个 喘息的机会 来到这个日照 让我们接受专业的一个照顾 那他们可以安心的 在家里平静的 到外面去工作平静祭 那下午晚上回来 再享天文之乐这样子 在英雄下班的盘子下 这间老人一间照顾心 没有老人一间照顾心 没有老人一间照顾心 但到时候不知道 高零岁快已经来年的感觉 记者的面子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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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се